范爷鞋底标签都没撕,据说世界的。这算啥,还有女星穿山寨的呢? 故事,还要从当年说起。那一天,风和日丽,范冰冰带着小刚同志,哦,不对,是冯小刚带和范爷一起出席了电影《我不是潘金莲》在发布会。 本来也就是大家聚在一起,和媒体一起来一场轻松愉悦的商业互吹就完了。大家看,小刚同志还是很惬意的呀,小编看着都觉得范爷快哭了。 可是,就在大家快要欢乐地结束这场例行会议之时,有眼尖的小伙伴忽然发现,范爷的高跟鞋底连价格标签都没扯下来。 说啥时,那时快,一时机器千层浪。网友们瞬间炸开了锅,啥?范爷的鞋子是借的?我不信。范爷那么有钱,需要借。一定是逼上去的。 舆论就是这样的一边倒。然而,小编聊了下袖子,拿出今天特意准备的演讲稿,女明星和名牌衣服之间的故事。 说起来大家可能真的不信,但其实,借衣服这种事,对于长期活跃于一线的朱如范冰冰、李冰冰、白冰冰、夏冰冰、王冰冰等等等等冰冰来说,简直就是家常便饭啊。 最主要,也是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他们需要参加的各种活动,颁奖你什么的简直就是多如牛毛啊,一天去几个都是有可能的,但你总不能穿重了吧,不穿重,这一年365天那么多衣服哪里来呢?当然是借卡。 为什么不买?当然是因为贵。大牌礼服的高定,动不动一件就要十万美金,一场活动一套,就算是大牌也是一笔不菲的开销,不是牌的就更加吃不消了。 为什么不自己做?当然是因为周期长,定制一件礼服,人家纯手工的,动辄几个月啊。 除非你要去俠纳,奥斯卡什么的,平时的小活动哪有那么多精力哦? 所以,许多女星出席活动的衣服鞋子什么的都是借的。 或者换个说法,品牌赞助的,穿完了需要还给他们的。 周迅这件坠满羽毛与猪片刺绣的婚纱,来自Chainer2014春夏高级定制系列。 那么具体怎么借呢? 出借的这种衣服一般都是大品牌的产品,所以加起来的价格也不便宜,但一般只要你和他们关系比较好,超一线明星,他们都很乐意借给你的,毕竟都是免费广告嘛。 当然,要是你是他们的代言人,那就更加不用说了,随便选,随便拿。 比如周迅出席什么活动,香奈儿就很开心了,移动的免费广告牌来了呢? 那么,如果你既没有代言,又不是一线怎么办?初中借费,找时尚圈的设计师什么的帮你去租卡。 当然除了借合租,还有一种衣服叫山寨。 令人印象最最深刻的例子是15年上海电视节目上,唐嫣很开心地穿了一件Ely Sub登场了,而且工作室也很自豪地发了微博。 然后,竟然被许多网友指出是山寨的,最后证实竟然是还真是山寨的。 之后唐嫣的工作室虽然出来致歉,也曾经是被造型工作室欺骗,财务穿了山寨礼服,但小伙伴们还是被震惊了。 当然,说起山寨礼服,还有一位女星不得不说的黑历史。 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,但确实是大家的神仙姐姐,刘亦菲。 看完了请大家点个赞,小编可是顶着怕坏大家心目中神仙姐姐的形象,冒着被大家砍死的危险揭露了事实啊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